熱臨顧名思義是以火熱症狀為主 因此小便會很貧急 而且排尿時尿道口會很赤痛 亦會有其他熱象 例如他會口乾 舌胎很紅 舌胎比較黃利 脈象比較快 我們說這些都是中醫的熱象 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這個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大家好 我是陳妙霞博士 在香港理工大學 大學醫療保健署的中醫師 現在有踏入香港的夏天 太陽非常猛烈 每天都非常炎熱 有潮濕 我小時候 慕容的父母會跟我說 天氣這麼熱 太陽曬到輕盡的地方 千萬不要坐下去 否則你就會發熱臨 爸爸媽媽所說的熱臨 就是我們中醫所說的臨症 亦是我們現代醫學所說的避尿感染 她的症狀就是小便很急急 很密 每次蛤尿都蛤得很少 每次排尿的時候 尿到口又呎又痛 患者是非常之痛苦的 好像我最近遇到一個中年的女士 她在一年裡已經病發了四次 令到她非常之焦慮 非常之痛苦 而且最厲害的一次 她自己就請了一個星期的病假 這件事也會令她憂慮 她身體這樣 可否繼續她的工作 給她很多困擾 為何會發生避尿感染呢 其實她是一個尿道炎 膀胱炎 很多時都是由大腸港菌的感染而引起 而這個病 亦是女性比較容易患的 因為女性的尿道比男士短很多 因此細菌很容易易行 而感染到女士 另外女士有些特殊的生理階段 亦都會令到她很容易患到尿道炎 譬如說大肚婆的子宮龐大的時候 會壓住這個膀胱 會令到她排尿排得不乾淨 當尿液積聚在膀胱太久的時候 就會容易引起感染 另外有一部分女士到更年期的時候 因為荷爾蒙的減低 令到皮膚黏膜就覺得很乾 令到她的抵抗力減低了 因此亦都很容易發病 另外亦都有一些長期病患者 或者是一些年紀大機能退化的人士 都很容易患這個病 例如糖尿病控制得不好的人 或者一些長期服用的類補醇 或者是免疫抑制劑的人 會令到她的免疫系統低下 這些人都會容易感染 老年人的話 很多時候膀胱的功能變差了 可能排小便排得不太清 令到小便積聚在膀胱 都很容易令到細菌滋生 從而發生尿道炎 這就是現代醫學對於秘尿感染的理解 而在中醫中我們稱這個病是臨症 臨症 臨是三點水的臨 臨症就是證據的症 根據病基的不同 我們分為五臨 分別是熱臨、血臨和石臨 高臨和老臨 而很早之前 在徐代已經有醫家提出病的病基 就是説 株臨症 即是說這個病 皆由肾虛而膀胱熱壓 即是說肾氣的虛弱 和膀胱的濕熱 下午會濕熱 令膀胱氣化不利 排小便不好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個病 臨床上 很多時都會看到有熱臨 血臨和石臨 他們的症狀究竟是怎樣 熱臨 顧名思義就是以火熱的症狀為主 因此它的小便會很頻急 而且排尿時尿道口會很赤痛 也會有其他熱臨 例如他會很口乾 舌頭很紅 舌胎比較黃利 還有膜胱會比較快 我們說這些都是中醫的熱臨 治療方面 我們都是用清理濕熱 通淋的方法 很常用的方法 有白症散 通常常用的藥 有扁觸、渠脈、車前子、車前草、滑石等 這些清熱解毒 甚至有些更涼的藥 例如枝子、黃神、黃柏等 這些都是清熱射火的 而血臨 顧名思義就是 尿液內帶血 除了有尿急、尿痛之外 可能還會見到小便帶血 在這個情況下 除了清熱、通淋之外 我們還要涼血、止血 令到血療的情況改善 我們常用的方法 就是小戒飲止 小戒飲止裏面有 小戒、山地王 這些都是涼血、止血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用一些 清熱射火的 例如大王、虎杖 這些都是涼血的 清熱的 另外就是石林 石林顧名思義 排尿時會排到一些沙石出來 有些人有腎結石、膀胱結石、急性發作時 可能排尿時很痛 或者排尿時突然中斷了 因為沙石塞在尿道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加多一些化石中藥 因此我們會很多時用石胃散 其中海金沙、雞內金 這些都有化石的作用 另外它就因為很容易悶痛 我們也有行氣的藥 譬如沉香、烏藥 這是行氣的藥 另外有些會血化瘀的藥 譬如黃不撈行止、虎杖 這些都是幫助治療疾病 講完中藥的治療 其實我們的針灸 都是可以醫治這個病 很多時候我們醫臨症這種病 我們都用腹部穴位 任脈上的穴位 就是肚臍下面四吋的地方 終極這個穴位做主穴 有時可以加上肚臍下面三吋關元的穴位 這兩個作為腹部穴位 在膀胱附近的穴位 另外如果它是血淋為主的話 我們加一些活血、良血的穴位 例如在腳部穴位的血海穴 三吟膠穴 這就是涼血、活血的穴位的配搭 另外就是譬如石林 我們就要加多一些排石 暢通氣肌的穴位 就可以在膀胱經後面的穴位 毀陽穴位 如果在熱臨裡面 我們要清理濕熱的話 我們可以加上皮經 在小腿內側的陰靈泉穴位 通常我們用針灸一些選穴 我們可以因應臨床症狀的不同 去穴位可以靈活地加減運用 講完中醫師匯用的方法 藥物、針灸之外 我們如果是自己的話 有沒有什麼保健的食療 可以去處理這個臨症呢 我現在的介紹是車前草、粟米酥、馬蹄 我們可以看到車前草 其中我們看到車前草 它是一棵草 有時我們在路邊都會看到這種植物 叫車前草 我們可以全草用 另外你看到它這一枝枝的大種子 其實都是入藥的 我們說成熟的種子 就叫車前子 有一個滑利的作用 因此我們用很多時候 我們煮茶的時候 就是整棵洗乾淨的來用 而粟米酥就有利料的作用 馬蹄就有清熱、涼血的作用 蜜棗就可以令到整個茶更加甘甜可厚 因此四樣食材加起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清理濕熱幫助排料 改善這個秘尿感染症狀的食療 有時候我們在街市 未必很容易買到車前草 因為它都是一些鮮草藥 有時候未必時時有供應 我們也可以找一些容易得到的材料代替 例如夏天很常用的冬瓜 我們可以保留冬瓜皮、冬瓜囊 再加上馬蹄、竹蔗、毛巾 這些清熱又利料的食材 去煮成湯或是煮成茶去代茶喝 這個也有幫助我們清除體內的濕熱 令到我們患病的人的症狀得到改善 除了食藥之外 我們平時保健有沒有什麼月位可以幫助 我推介以下兩個月位 第一個月位是我們常用的三陰交月 三陰交月是皮經內腳眼上三寸的地方 我們稱為三陰交月 三條陰經、乾皮腎經交回的地方 這個月位有活血、涼血、解毒的作用 亦是對我們夏招的疾病 我們說這個小便的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吐馳以下的器官 夏招的部位 解決小便不利的問題 第二個月位是膠信 膠信月是神經的月位 它其實是三陰交對落少許 對落一寸的地方 在我們勁骨後面 三陰交一寸 靠近勁骨和筋之間的 和我們腳踏後面的筋之間的月位 我們稱為膠信月 這個膠信月是神經的隙穴 有這些急性的病 以及是專醫五臨 五臨即是屬於中醫所說的臨症病 因此我們可以找腳的三陰交穴 和腳的交信月 按摩它 每個月位可以按摩兩到三分鐘 這個都有清理夏招濕熱 改善尿道炎的症狀 今天我介紹和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我影片的內容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